有人认识这台车吗 不用去搜法拉利啊 不是 这是今年古德伍德速度节上首次亮相的超级跑车 看外观确实有点像法拉利 而且这家车系确实和法拉利的某个单一车型有过关联 但是自从003推出之后就再也没有法拉利的影子了 这是由总部位于美国的一家小型超级跑车制造商SCG 打造出来的多功能超级跑车004系列 它可以在赛车和公路车之间自由切换 当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004斯特拉达里是基础版三座公路车 打载个克尔维特Z06同款的LT4 6.2升V8戒能央发动机 最大输出马力650匹峰值扭矩720区米 当然这个版本无论怎样修改都不符合赛道标准 004卡比利最好呢则拥有赛道质质 相比普通版多了一套认证的反轨价 比尔斯特简针器也换成了专业的赛道悬架和KW主机器 以及一系列专用于赛道的零部件 发动机则是基于LT4优化改造而来的自然吸气引擎 最大输出马力降至520匹 只不过这款车只能用于赛道不能合法上路 004的CS也就是Complete Zone的Stardary版本 才是真正能在公路车和赛车之间自由切换的车型 搭载的是通用LT5发动机最大输出马力高达850匹 选装了赛道套件后仅通过小范围的改动 就可以变成一台经过认证的赛车 当然代价就是需要付出更多的马内 起售价为59.8万到整合人民币380万 而且近两年的订单都排满了 所以不满也罢 给你机会也不中用啊 我是急促知识 双击观众高速 你想看什么车